在泰国曼谷开启APEC会议 《环球时报》今天的社评也不是说两岸 也只是说国际事件 说到APEC会议将会是美国顺遇的检验场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开启了20国集团领导人会议 G20的风土 美国总统当然有出席 但到APEC会议 拜登有个很强的理由 大家起初以为你鄙视APEC会议 因为两个月前他已经预告 因为家庭的问题 他去完G20会回国 就不会出席APEC会议 当时他没有详细说家庭什么事 大家在那一刻就以为 有没有借一些 看下APEC会议 原来不是 他真的是家庭 包括在家族上 他孙女结婚 希望孙女结婚 我可以在那里做一下文章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亚太区 都是一个地缘政治里面 非常重要的版块 经常觉得美国很想赢到 亚太区的控制权 从而建立第一岛链 限制中国的崛起 但美国总统 连APEC会议都不来 你对亚太区其他国家的承诺 是不是中空头支票 还是兑现到的? 我自己觉得《環球时报》这个社评 其实是踩到美国一脚 借着明示暗示 美国不重视亚太经合会议 反而中国多重视 升马亦动马 不停提 由印尼 我们的习主席 都飞去曼谷 而且多频密接见世界各国的领袖 昨晚才见完岸田文雄 他说 这个社评也引述了 在美国或国际之间 对于拜登不出席 那种两方面的看法 其实是等同 暗缝 你根本看不起这个经合会议 《環球时报》里面 也说了其中一段 譬如泰国的前外交部长 最近也接受访问 说东南亚强化一种看法 美国太忙 太疏远 太冷漠 无法有效 跟泰国也有更广泛的地区进行经济 和其他方面的接触 还说实话 东南亚人对此感到失望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一些美国的精英担心 让东南亚失望的原因 就不那么光明正大了 甚至可以说有声音 不知道 其实不单只踩多一脚 是狠狠地踩多两脚下去 社论也引述 华盛顿官员 他在美国传媒上透露 副总统何锦麗 是会代替拜登出席 在大陆亦做哈里斯 他会在APEC会议上发言 重新美国对亚太地区的经济承诺 并且强调没有比美国更好的合作伙伴 当然《环球时报》有点反话 《环球时报》说 亚太是全球最具增长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 它不是哪一个人的后花圆 其实相对来说 你说美国视亚太地区为后花圆 中国是不是 一带一路 甚至乎那些 是条路来的 不是花圆 是的 可能不是当是花圆 不过很明显 你从习近平种中的动作 都非常要重视周边建立一些外交的关系 但是能不能够找到一些力撑中国的盟友 这个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特别是放出两岸状况 因为未来台湾都有九合一的选举 那个选举的结果 虽然既是对于民进党来说 可能是一张成绩表 但是 其实同时间 我想中国 习近平都看实台湾的选举 好了 《自由时报》 今天的社论 就讲下周六举行的九合一选举 今次九合一选举 还有一个选举 其实等同是公投 就是那个 收宪 18岁的公民投票的权利 这个影响很大 大家都知道 年纪越轻 对民主的要求度 是越强烈的 即是他们去参与投票 参与选举的意欲是比较强的 所以同来建制派 或者保守派 都很怕降低选举年龄 今次九合一选举 除了地方的选举 就加上这件事 还有一件事 就是由8月开始 海峡匹岸对台湾的军事施压很厉害 解放军战机 绕台飞行 几乎每一天都有 有一段时期 这是展示武力威嚇之后的一场选举 自由时报今天的社论 但它的聚焦 不单单说中国的因素 在九合一选举里面 反而提到不要让选举抹杀了台湾防疫的成绩 为什么呢 因为今次九合一的选举里面 作为领导抗疫大将陈时中 都出来选台北市长 你知道台北市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你夺得台北市长 几乎等于拿到半张总统府的入场票 但是陈时中最近 他在抗疫初期的阶段 其实大获一致的好评 甚至台湾也被视为全球其中一个抗疫成功的典范 但随着他下水参与选举 变成被不断攻击和批评 甚至将一些防疫的成绩 都好像要倒转来说 变成是他的黑材料 《自由时报》看一份录影的报纸 当然是要维护陈时中 实际上初期是很好 中间因为台湾的疫情反复 曾经一度掀起 疫情再度相当严重 于是大家将矛头 当然又继续抗疫大将军 陈时中在疫情反过来 冲击台湾的时候 他就要离职参选 自然觉得你是扔下了一个烂摊字 但实在《自由时报》今天也说 部分候选人不以端出政见争取支持 反而透过政治斗争 作为最廉价的选举筹码 不过其实选战里面 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手段 但如果一个民主的地方 一些民主的国家 整个民主的选举运作得好 选民的文字不断提升的时候 就晓得用一个数量的眼睛去辨别是非 今次的九合一选举 郭明刚才说得很对 某些双北、台北市和新北市 宇治高雄这些市长 其实是等同拿出半张入场券 亦是民进党、国民党在培训 2024年总统选举的人马出来 这件事是相当重要的 美国的中期选举 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民主党竟然是小输 小输当赢了 台湾的民进党如何 民进党的势 我自己觉得是势如破竹 除了真是陈时中 是遇到一些敬敌 究竟可不可以顺顺利利 因为陈时中被贴为 真是可以说是民进党 更上陈流的接班人 我们看一些政治的运作 有时就有这种微妙 我们刚才一直说 英国执政的政党 很难在政策里取悦所有选民 所以基本上任何一个执政党 执政的过程里 必然会令自己的支持率慢慢下跌 因为这个慢慢下跌 当你下一次有选举的时候 你就自然会失分 失分的时候 你就可能变成在野党 就造成政党的轮替 一个政治的操作就是这样 透过政党的轮替 带来一些政策上的转变 从而又会带来一些 好像天平两边 慢慢拿回一些平衡在里面 长期执政的政党 就不是代表你做得好 其实是代表着 可能你有些潜藏的问题 你都没办法被揭出来 于是就反而令到 可能整个社会 整个人民的生活 或者各人的运作 其实是否一个紧不理想的状态 是的 健全的民主制度 就是能够在政权的轮替 是有序地进行才是最好的 有序地 tips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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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